故宫养心殿为何尝年以冷潮湿,直到挖开地板,才发现其中秘密。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这里是真正历史,关注我,你一定不会后悔。 故宫市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五位集景区。 而在古代故宫是明清两代帝王办公居住的场所,因此故宫又叫做紫禁城。 故宫整个的布局也融合了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布局。 不少人受到清宫剧的影响认为太和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的地方,其实,清朝皇帝大多数都在养心殿办公。 然而养心殿却常年潮湿,日常皇帝办公的地方为什么会常年潮湿呢? 之前专家在修上故宫的时候,撬开了养心殿的地砖才发现其中的奥秘。 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宫殿,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 一开始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但是考虑北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局势,永乐帝决定北迁都城,形成天子守国门之势。 加上北方的经济不发达,如果都城建在南方,会进一步拉开南北方的差距,福利于共同以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一开始紫禁城的规模是很小的,沿用的是之前元朝大都的宫殿。 经过多次扩建和修缮,成了拥有九千余间房屋的宏伟建筑群。 紫禁城的建筑风格以黄色琉璃瓦,红色墙体和金色屋檐为主,福利堂皇。 养心殿是紫禁城内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是明清两大皇帝接受朝中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接见, 议事和休息的场所,主要就是用于皇帝办公。 从养心殿望去,可以看到很多紫禁城的建筑,是故宫中较高的建筑。 养心殿始建于明朝家境年间,养心殿的建筑风格与紫禁城的其他建筑相似。 主要是相衬,组成部分以黄色琉璃瓦,红色墙体和金色屋檐为主,福利堂皇。 养心殿的建筑结构主要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 地上部分是三进五开的建筑群,包括前殿、中殿和后殿。 前殿是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中殿是接待朝中大臣的场所, 后殿是皇帝休息的场所,都是正式场所。 地下部分是地下室,主要用于存放文物和贵重物品。 然而,长期以来,养心殿一直存在着阴冷潮湿的问题, 这是由于其建筑结构存在缺陷所导致的。 故宫养心殿常年阴冷潮湿的原因,是其建筑结构存在缺陷, 导致地下室无法通风,湿气无法排出。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者和专家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进行了多次探测和研究, 最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原来,养心殿地下室的地面下面有一层砖石结构, 养心殿地下室的砖石结构是由一层砖和一层石头交替铺设而成的。 这种结构虽然可以增加地下室的承重能力, 但是也会阻碍地下室的通风和湿气排出。 殿内的木结构的柱子以及屋顶容易遭到腐蚀, 不利于建筑的稳定。 由于地下室无法通风,湿气无法排出, 导致了养心殿常年阴冷潮湿的问题。 但是,不仅仅是地下室结构问题, 养心殿的屋顶采用了传统的黄琉璃瓦覆盖, 但是这种瓦片的密度较大,不利于通风和散热。 在夏季高温时,屋顶下的空气无法及时散热, 导致室内温度过高。 同时,在冬季寒冷时,屋顶下的空气也无法及时散热, 导致室内温度过低。 这种情况会导致养心殿内部的湿度过高, 从而加剧了地下室的潮湿问题。 另外,故宫养心殿的建筑材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养心殿的地面采用了大理石铺设, 但是这种材料容易受到潮湿的影响, 从而导致地面的损坏和腐蚀。 此外,养心殿的建筑材料中还存在一些有害物质, 例如铅和拱等。 这些物质会对建筑结构和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决定进行地下室的改造。 为了解决地下室的通风和湿气排出问题, 专家们决定拆除地下室的砖石结构。 他们首先将地下室的地面上的文物和贵重物品移走, 然后使用专业工具和设备, 将地下室的砖石结构逐层拆除。 在拆除地下室的砖石结构之后, 专家们开始设计新的地下室结构, 他们考虑到地下室需要通风和湿气排出, 因此设计了新的通风系统和排水系统, 可以让空气流通,湿气排出。 新的排水系统包括了新的排水管道和排水口, 可以让地下室的湿气及时排出。 在设计好新的地下室结构之后, 专家们开始重新铺设地下室的地面, 他们选择了一种防潮性能较好的材料, 以防止地下室再次出现潮湿的问题。 同时, 他们还在地下室的地面上设置了一些通风口, 以便空气流通。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工作, 养心电地下室的改造工作终于完成。 专家们对新的地下室结构进行了多次测试和检查, 确保其能够正常运行。 改造后的地下室通风和湿气排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养心电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养心电的阴冷潮湿是所有木结构建筑中都会存在的问题, 木头在吸收水分之后, 只能通过风吹日晒才可以消化完毕。 在此过程中, 自然很多冷气都会向室内聚集, 加上养心电中的损某结构很多, 导致室内过于封闭, 因冷空气聚集。 明朝年间, 养心电的存在感并不强, 到了清朝就不一样了。 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 因为乾清宫被烧, 刚入主紫禁城时是住在养心电的。 康熙年间, 养心电是制作宫廷御用物品的宫中造办处。 待康熙去世雍正继位时, 他住进了养心电而没有搬进乾清宫, 说是出于对父亲康熙的尊敬, 具体什么原因只有雍正自己心里清楚了? 毕竟他的即位还是有争议的。 有了雍正这全权孝心的开头, 后面的皇帝就一直效仿。 所以在清代, 共有八位皇帝居住在养心殿, 这也就成了清代皇帝名副其实的寝宫了。 作为皇帝的寝宫, 当然不是纯粹睡觉的地方, 还要有皇帝批阅奏章, 和大臣商议国事, 起草各类御旨, 闲暇时读书, 拜佛, 休息的地方。 宫中造办处后来就全部迁出, 养心殿也多次改造天剑。 雍正在元年养心殿修缮布置后搬进去, 前殿民间里要求帝王中雍正职, 仁爱和谐的中正人和匾额和西满阁里的秦正清闲匾额, 都是由雍正手书。 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秦正的皇帝, 从他最为欣赏的著名对联为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可以看出来, 他要做一个亲力亲为治理天下的好皇帝, 而不是仅仅被天下人奉养的懒皇帝。 为了快速处理出兵准盖尔的军物, 同时防止泄露机密他在雍正七年时把军机房设置在龙宗门内, 离养兴殿只有五十米,第二年改称办理军机处, 此后的一百八十多年里, 内阁中谨慎守密的官员就在这里辅助皇帝处理紧急军务及政务, 为了军机处的官员精诚团结,和睦相处。 雍正特意写的一团和气的匾额, 至今还挂在军机处房内, 直到宣统三年的四月设立了责任内阁, 军机处这个强化皇权, 使清朝君主集权发展大定点的机构才撤销。 等到乾隆住进养心殿时,又大肆休憩, 整个养心殿内的陈设比雍正时期丰富奢华了很多, 也因此奠定了养心殿满汉和依具有儒家文化内涵的风格。 至此, 这个之后, 近一百八十年间的帝王权力终枢的基本格局就定了下来。 乾隆十年十二月初, 乾隆皇帝于中正殿贵受张家国师的灌顶。 虽然人们认为这一幕金是骇俗, 但谁叫人家是皇帝呢? 有人性的资本, 成为一位秘宗子弟后, 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是修行秘法。 为了满足自己要建造一座能带在身边的佛堂这个心愿, 乾隆十一年之恩扎哦, 前殿的西暖阁里, 在乾隆元年由仙楼改成的长春书屋, 被乾隆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仙楼佛堂的改建中, 但由于准备的时间不够充分, 仙楼佛堂的陈设显得十分仓促, 不够完美。 就这样, 一座早晚随时都可以进入的佛堂在仰心殿, 一个帝王的寝宫诞生了。 乾隆一直到退位还在仰心殿住了三年, 直到与世长辞, 垂帘听政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西太后慈禧长达48年的专政, 就是在仰心殿的东暖阁。 1861年贤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病死后, 慈禧阴谋勾结公卿王毅发动血雨腥风心有政变, 最后八位由贤丰帝任命用来俯辟皇太子的顾命大臣, 一人宰杀二人, 四死另外五人被革职或流放, 随后两宫太后在仰心殿实行垂帘听政法治朝政。 等不多管事的东太后慈安一死, 慈禧就独揽朝纲。 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索性撤掉帘子, 自己直接坐在铺着黄断长岸后的宝座上, 光绪皇帝成为傀儡, 坐在他左面一个小很多的座位上, 而且大臣觐见指面向慈禧奏事, 于是一道道祸国殃民的决策, 就从仰心殿发出, 一步步把清王朝带上了毁灭之路。 最后, 宣统三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12年2月12日, 他的亲侄女龙玉太后带着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在仰心殿正式发布退位诏书, 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 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 曾经的帝国最高权力中心和整座紫禁城一同沉寂了下来, 昔日的威严喧嚣如白居过戏过眼云烟, 故宫每一年承接了大量的游客, 既有中国游客也有外国游客。 故宫作为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 他向我们展现了封建社会帝王统治的尊严, 也向我们展现了等级制度森严社会的残酷。 但是如今的他,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古建筑, 以挺拔的身姿向我们展示了中式建筑审美的魅力。